118 《工商時報》 紅海印度製造手機在下一城計出貨小米及富可時後 將為當地電信商者手代供4G產品 2015年7月22日科技要問A15 鄭淑豐紅海以317前進印度 未來5年已在印度籌設10至12個生廠 紅海董事長國台永徐喊聲 國家業者就增相舉手報名 計小米 富可時年Flow2S 微軟之後 市場在全印度最大電信公司Boschianito 也與紅海接合 希望為其代工4G手機 紅海口袋客戶名單再添新手 不單牛仔很忙 紅海今年夏天也很忙 特別在印度市場 外傳紅海已開始在印度生產智慧手機 且已出貨小米及富可時 緊接著 由全紅海可能會在印度興建iPhone工廠 有料蘋果掛保證 印度市場頓時隻手可逆 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連帶也使得代工黃紅海 雙準紅海的代工技術 不單國際大廠紛紛招手 連印度當地的電信商也想借寵紅海的長財 全印度電信商B.H.A.R.G.I.A.T.O.有意找紅海為其作的 推出自有品牌的4G智慧型手機 目標價位設定在4000至12000元印度盧比 賞市日期就挑在今年底 約10至11月間開賣 事實上 E.A.T.O.和紅海組就是盟友 今年6月中 日本元銀前進印度 搶佔結正能源商機 當時找上的盟友除了紅海外 另一個策略夥伴 B.H.A.R.G.I. Enterprise 巴提企業 就是E.A.T.O.的母公司 據悉E.A.T.O.之所以這麼急著推出自有品牌產品 就是希望趕在另一家印度電信商 Reliance Geoinficum之前 搶佔4G電信服務市場 愛傳Reliance Geoinficum規劃在今年底推出 LTE服務 同時推出自有品牌 LTE智慧手機 E.A.T.O.此番大陣盡地找上紅海 且上市日期環特別挑在10、11月 頗有後發先知的味道 甚至印度當地有一說 E.A.T.O.高層甚至在日前股東會上放話 衛型戰Reliance Geoinficum 不排除會將4G自衛型手機的價格 下壓到不到4000元印度盧比 顯示印度當地的電信市場也是煙燒未十足 早在3年前 E.A.T.O.就在加爾各答推出印度第一個4G服務 包括那格普爾、奧蘭加巴特、班加萊爾、普雅 昌迪加爾和帕帝阿拉等城市都提供 跨區服務 此外 德里、海德拉巴、Vizic港、馬道賴、因來 個人拜託和盲買 現22進入4G測試階段 如今透過手機榜約 增加客戶對其電信服務的年則到 看來E.A.T.O.增4G印度試階 可視有備而來 2隻